歌手2018张勺韩深情告白 东娱乐,叮咚一下,娱乐到手!感谢你这么好看,还关注我! 新的一期歌手已经播出,加入了新歌手苏诗丁,也一憾地送走了歌手李盛杰,更有仿唱歌手李小冬的经验演唱,可谓是看点十足! 李盛杰 李盛杰还真是被上帝选中的人啊,连续三场都是第一位出场,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这一场,她选择了出自1998年张学友不后悔这张专辑的《离人》这首歌。 可能大多是人关注这首歌是因为当时歌手林志炫重新翻唱,给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让她广为人知。 但是金曲翻唱,总会让人不自觉地去比较。 李志炫可以说当时已经把这首歌唱到了极致,所以这对李盛杰很不利。 但是她有她的特色,一开嗓就抓住了观众的耳朵。 李志炫的版本空灵心碎,而她却多了一些温暖,她的嗓音,技巧,感情无可挑剔,让观众如痴如醉,在她的歌声中不肯离去。 没有办法,第一个出场,还有临时部位的歌手需要排练,出场到投票的时间太久了,她的表演多半会被观众遗忘,排名不好可以说是意料之中,期待她下一期的反场表演吧。 张天因为上一场的车祸表演,让每一个人都为她捏一把汗。 这次她再一次选了一首英文歌,来自阿戴尔的Hello。 对于一个年轻的歌手,改编这首歌还真是有勇气。 不仅是歌曲的本身难度,更大的压力是一上节目就被叫做黑马。 但上一期的重大失误,导致网上很多人去喷它,小小年纪,实在是让人心疼。 不过整首歌曲下来,效果还是让人满意的。 她的嗓音太独特了,沙哑却有诱惑力。 歌曲改编富有自己的风格,翻新下来,她的改编风格让我很感兴趣,期待她今后的表演,更期待她可以演绎中文歌。 苏识地,这集第一位踢馆歌手,当然有自己的来头。 作为田赖长江第一季的总冠军,实力完全是有的。 我特意看了看天赖唱江中他的表演 简直可以用经验去形容 南平晚中血腥爱情故事一直萦绕在我脑中 惊讶他小小的身体是怎么爆发出那么大的力量 真是可怕 萤火虫让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期的狼更加惊艳 整体表现也幸福有爆发力 他那原生态的嗓音把这首歌诠释得淋淋尽致 后面的花枪以及最后的标高音简直好听到爆 对他录转粉 期待下一期的表演 李小冬 作为本季第一位被淘汰的歌手 实在是可惜 不过对李小冬也是鹿转粉了 他的嗓音富有年代感 这不是练出来的 这是岁月的魔力与考验积淀出来的 我佩服他的勇气 前两期的后来和消愁 可以说完全不适合用来比赛唱的 但是他唱了 而且十分感人 那种岁月的沧桑 唱进每个人心中 这期反唱歌曲 他选择了一首老歌新的祈祷 他再次用沧桑的嗓音 诚挚的热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他的歌曲 他的歌曲朴实无华 非常直白的戳中人心 我像那一只火鸟 无声的燃烧 那一首歌谣 伴我天牙海角 有故事的男人 我为你打扣 张韶涵 他说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人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 也能想到你心里的那个人 听到这旧话后 就猜到他不仅仅是唱一首歌 更是讲一段故事 而且他做到了 这一期 他没有炫技 简单的旋律 简单的场景 简单的歌声 一开嗓音 如溪水般转转而来 流过心间 汇入脑海 被上帝亲吻过的嗓音 他的歌声毫无杂质 细腻入心 唱出了少女对爱情的期待 羞涩 害怕和勇敢 鲁火纯青的细腻度 加上平缓的旋律 他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淋尽致 最后他深情告白 我们心中都住着某个人 这首歌正是送给他的 毫无意外 杰倩再一次获得了第一 真是像网友说的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这几歌手的舞台上 大家都在拼命地争夺第二 杰石姐的Lib唱功 无可挑剔 歌手请到他 真是国内听众的福利 他的英文歌剧剧走心 虽然每首歌曲都是大哥 但他可以不费力气唱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人格合一 实力惊人 他的到来不是让人们贬低国内的音乐 每个民族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音乐造诣也有很多市值的国外歌手学习的 我们要认清自己 民族自信要有 但不要过于自信 认清不足 丰富自己的音乐文化 当然我更期待杰石姐可以在歌手的舞台上唱一首中文歌 毕竟中文才是最达到的 哎呦不错呦 汪峰是让我最惊艳的歌手 从上一期的普通的disco到这一期的下坠 彻底改变了他在我心中的严肃形象 汪峰对节目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不仅体现在之前就有报道他为这个节目准备了500百首歌 还有这期他为更好的表演 特意请来了流行音乐的泰斗级专家蓝天阳老师来指点自己 有千千万万能写出优秀歌的 但几乎是默默无闻地做音乐的人 我知道那样的感受 每天写歌 无人问津 唱歌的时候别人不理解 这体现出他对音乐的责任感 他也是带着这份责任感来参加比赛的 节目中他还特意请到歌曲的主人 石剑波 据介绍这是石剑波在非常诗意下用意经断了两根线的吉他写出来的 而歌曲无人问津 评论量为零 汪峰赋予了下坠新的生命 他那沙哑却有惊人爆发力的嗓音将这首歌演唱得淋淋尽致 下坠 仿佛可以减少我的心碎 下坠 仿佛可以离开你的沉醉 这两句彻底唱到人们的心里 唱得人心碎 整场表演可以用震撼形容 心中的第一 本季第一位不位歌手 想必压力也是十分大 与其说是不位歌手更应该称为就场歌手 由于鼓励的退赛 立拳主动临时就场 很佩服李璇的勇气 前一天晚上十点得到通知 上午还在北京参加发布会 然后坐飞机赶到长沙 到达长沙时已经是往常开始录制的时间 为了有彩排的机会 整体录制延后 他下飞机时还没有想好唱什么歌曲 彩排时也是临时决定好唱什么 为了节省时间 他放弃与乐队的合作 因为那需要时间去磨合 他选择了边弹边唱 想到什么就怎么唱 可见功底多么的扎实 不愧是琴剑上的王子 在没有充足排练的情况下 他将自己创作的 我要我们在一起 这首歌 艳密的随性 洒脱 轻松自在 听过很多版本的改编 但是这个版本极济自如 投入 随心而唱又琴声悠扬 人情合一 潇洒自在 艺术家级的表演 非常期待下一期李全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